國民黨的總統徵召現在看起來是郭台銘跟侯友宜他們的競爭是相當激烈 當然他們現在背後也都有很重要的人在幫他們張羅打理 像是侯友宜的部分就傳出是由他的哥哥 也就是高雄醫學院的院長侯明峰來幫他出力 因為現在有傳出在南部的一場聚會裡面 當時這場參選裡面侯明峰他有參加 但是這個南部的精神領袖就說了 他說在南部就是要見面三分情 而且要選舉的人是最小的 像侯友宜沒有再去拜託他們 只會讓人家覺得他是不是態度擺得很高 而且這樣子也會讓人家覺得他是不是到底要選總統 侯明峰當場聽到之後他就馬上起立 而且是來跟他們鞠躬 說侯友宜要選總統拜託他們要支持侯友宜 因為身段非常的柔軟 所以讓當場參緒的人都是相當的深刻 另外一方面像是郭台銘的話 大家都知道他現在是有一個輔選的團隊 這個團隊裡面大家都知道是有包含名嘴還有一些公關公司的人 但其實大家都有注意到是他之前去參緒跟藍尾參緒的時候 像是他的弟弟郭台強還有他的大兒子郭守正都有出現 所以現在主要還是回歸到郭台強還有郭守正他們兩個人在幫郭台銘統整 最主要就是因為像是他的大兒子郭守正就說他說他們不樂見郭台銘要選總統 而且還要自己來處理大小的行程跟這個活動的安排 所以他還是跳下來幫忙 只是現在也說了為什麼侯友宜他沒有要直接宣布他要爭取選大位 主要是因為他在上次國民黨這個選舉委員會的事情之後 他是上次被說是逼宮朱立倫 所以他就是那一件事情讓他民調開始往下滑 另外還有一個他要考慮到未來如果要跟郭台銘整合的話 現在他必須要做的就是讓黨內的這個氣氛可以團結一致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